以色列现在算是不管不顾了 往死里干 内塔尼亚胡说 自己期限作战确实如此 目前小蚁内部 继承民众是鹰派 希望这次一把梭哈 直接打出几十年的和平 然而留给小蚁的窗口期 并不长一个月 为了大选 现在爱笑的女孩和董王 都是火力全开 拼命成功 支持小蚁的军事行动 如果大选前的这个月里 小蚁搞不定 基本上后面就很棘手了 问题是 小蚁是以得罪 所有其他力量为代价的 你要办大事 终究需要各方都支持你才行啊 可是小蚁现在 连大毛和兔子都不管 下手很重 大毛的态度是很耐人寻味的 因为大毛家里很多犹太人 不能随意撕破脸 可是大毛对于叙利亚 朗哥的支持 那是货真价实的 至于兔子天天跟中东地区说 和平第一 发财第一 不要打了 坚定支持苦难的加沙人民 这就意味着 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全球三大强权的重新洗牌和布局了 冷战结束后 鹰匠在这里搞了几百个军事基地 牢牢掌控这个片区的绝对控股权 可是现在大毛和兔子也多少搞到一些趋于强权的股权了 反观鹰匠为了单边无底线支持小蚁变得极为狼狈 所以最近沙利文专程去跟小蚁说 如果你们再不听劝 我们就不支援了 拜登也算是竭尽所能了 可是毫无进展 这里可是石油美元体系的关键支柱 如果这里兔子的强权份额大幅提高 那对于后续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生态格局 恐怕是要产生严重的冲击了 关键是这个道理鹰匠的精英们是清楚的 只是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里强烈建议中东这个局一定要紧盯 因为干系重大 我们一直都希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离岸市场的建立现在日趋完备 可是这远远不够 我们要明白 今天美刀体系是由下面的逻辑建立的 欧洲离岸美元加中东石油美元加东亚生产美元 等于全球美元体系 如果我们要防着美国人将来再搞金融战 甚至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刀冲击我们的国际贸易 我们也要有类似的全球货币结算体系作为备选方案 所谓备选方案 那就是真的极端剧本出现的时候 你要掏得出替代方案 确保我们对外经济不会出大问题 东亚生产人民币 这个我们自己很容易掌握 离岸人民币 香港地区的筹备一直是紧锣密鼓 但是能源人民币体系 现在还有很多路要走 客观而言 就能源人民币体系来看 我们已经走了两步棋 一 我们自己拼命搞新能源电力体系和应用体系 已经形成了新能源人民币体系 二 我们跟大毛的能源合作 全面提速 这个也是相对靠谱的 就像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样 鹰匠的战略失败是 让大毛和兔子结合成了 事实性的军事战略同盟 问题是当今全球能源三分天下 沙特带领的OPEC家 鹰匠 大毛 我们目前实际掌握的能源供给来源 依旧很薄弱 如果对比我们的产能 在全球的占比 更是相对脆弱的 于是中东地区的石油市场 能否绑定人民币 或者是通过各种项目的形式 迂回绑定人民币 依旧是能源 人民币体系绕不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候 小蚁如此疯狂 就像鹰匠在2022年成功拱火俄乌一样 相当于助我们一臂之力 如果不是小蚁倒行逆施 我们现在要更深地介入中东的事物和资源 谈何容易 就像如果不是北约体系 将大毛逼入绝境 现在大毛会把自己的经济势力版图拿出来跟我们共享吗 因此小蚁打得很开心 鹰匠大佬们圈选票很开心 大毛拱火很开心 兔子则忙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全体系的搭建也很开心 我们一直强调 现在我们要关注这些大瓜 必须站在底层逻辑来审视 才可以看懂里面的动态博弈 以上就是很好的名证 这次我们能够在黎巴嫩大撤侨玩得这么溜 足以说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有多少橙色了 如果是挂着鹰匠的旗子去搞撤侨 估计早就被卯上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走出去 最终还是为了赢进来 中东地区专门用于投资的储蓄 就有10万亿美元的级别 前有瑞士坑爹 后有鹰匠收割 中东土豪还是荒的 随着兔子现在武力值的飙升 和产业升级的成功 很多土豪也更愿意加速 对人民币资产和项目的投入 而且经历了黎巴嫩这次的BPG事件 中东土豪对于鹰匠一统江山的体系 充满了不信任 这个时候小蚁大开杀戒 爽是爽 却是赢了战术 输了战略 这意味着 在全球过剩储蓄消失的背景下 兔子有办法 红吸更多全球存量储蓄 经济增长靠投资 投资来源于储蓄 我们里面的储蓄就这么多 如果能够红吸海外的储蓄 来支持我们的产业升级 和武力值持续提升 就可以相对较好的 对冲欧美做空的压力 此外 这个战略也有助于形成 全球版本的农村包围城市 极大的有利于我们拓展自己的 全球经济势力版图 因此大家会看到 我们一直说 兔子站在和平这边 鹰匠很生气 却也很无语 鹰匠可是靠红吸全球资源 为己所用来当老大的 现在兔子不再配合 兔子还出去夺食 你让鹰匠怎么办 在全球经济增量无几的背景下 中东的储蓄和能源 绝对是兵家必争之地 有了这里的控股权 列强可以做到 对内控制一下通胀 拉升制造业发展 对外形成强大的出口能力 最关键的是 如果这些资源 被兔子红吸很多的话 会加速鹰匠未来的债务危机 现在的鹰匠 就是靠红吸全球来混饭吃的 属于真正的药不能停 当资源被兔子吸走很多 那鹰匠后面的债务危机 还如何拖延爆发的时间呢 因此近期有一个动向浮出水面 鹰匠虽然不想小乙大杀四方 却也在做最坏情况的准备 即中东地区64个美军基地 处于总动员状态 如果小乙要打 美军就有可能下场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 小乙现在不管动手还是不动手 都对民主党的选情有冲击 因为民主党里面有很多选民 是反对小乙的暴行的 很明显 列强级别 谁最后出手 谁捞足了战争才 谁未来更有巅峰对决的胜算 这波如果中东乱局继续下去 而欧美日寒印的金融市场行情 又拉不动了 估计就会有不少中东的资金 要进入人民币资产市场了 一个是逐利 一个是避险 一个是对冲 还有一个是投名状 考虑到兔子近期 终于开始在财政端的刺激加码了 接下去 上述来自兔子的红吸效应 应该会放大了 本质上 现在的投资 都是根据地缘政治经济学来的 而不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逻辑了 赌国运 投资人民币核心资产 就是对鹰匠最好的狙击